大家好,我是阿洋 今天粉丝让我帮他去选购一条冬德牧羊犬 咱找了一个车 然后这个小龙子咱们准备了两个 走咱们出发,一会儿去看一看 冬德牧羊犬长得什么样 天气很热 我们跑了50多公里 你看这边的麦子已经收了 现在我们这边的温度的话 也就在37度到38度左右 好,现在咱们到了,让大哥把麦给咱们看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 这是两条纯黑色的冬德 一条总公和一条总母 这个总公是刚一岁零两个月 总母的话现在是11个多月 大家可以看这两条纯黑的冬德 从体型,从动态,从动力,从头版,从毛色 可以看一下整体来看怎么样 你看这母的很活跃 母的相对来说的话比公的要活跃一点 这条公犬的话相对来说的话 比这个母的要成熟一点 你看看兴奋度 冬德就这种兴奋度 这兴奋度起来比马犬 比德牧兴奋度要高得多 然后服从心也很强 动力也很猛 你看看这品相怎么样 黑狗怕热啊 因为这边的天气确实太热 大哥给他弄了一个桶里面放了很多水 方便他喝水 你看这个冬德这个公狗很有意思啊 做的很有意思 两条前腿放在那两块砖上 在享受着 可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他还挺会握的啊 他这边一个大桶是给他弄水的 因为天气太热 相对来说的话 这条公的啊 可以很对比明显的看到 公的比母的大得要多 大太多了 好咱们往这边看啊 大哥说他这里还有几条冬德的小狗 咱们一起看一下 这边咱们看了看一共有四条 两条纯黑的 你看这边 大哥把垃圾清一下 小狗拉了满地 两条纯黑的 一条太极色的 一条纯灰色的 那么两条纯黑的是两条公犬 太极色的和灰的灰色的是两条母犬 现在小狗快五十天了 已经做了两针疫苗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喜欢那种冬德的话 评论区可以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咱们废话不说啊 咱们直接装车了 你看 两条黑色的啊 直接把装到一个笼里边了 两条是黑色的小公犬啊 两条都是公的 你看那小冬德怎么样 车上放两条是母的 一条是太极色的 一条是灰色的 从骨架和头版 这窝狗还是不错的 五十天长这么大 你看骨量 你看 来吧 废话不多说 直接装聋吧 弄了半天还不想进去 又出来了啊 抓了半天还不想进 你看 活跃啊 看见人还多兴奋 这个灰色的小狗是刚才啊 撒了点奶粉让它吃了 拱了一嘴 鼻子上拱了些都是奶粉 来吧 拢着拿到这边 啊 这么小还认主人了啊 不舍得走 大哥是说 不舍得让它走 没办法 直接装聋吧 咱们四条直接拉走 喜欢这种灰色的话 啊 和太极色的话 啊 评论器可以给阿阳评论一下 直接装车啊 把这条装车上 东德啊 采购完毕 天气太热 还抽到汗 后边是小狗 走 回去 出去 出去 去 twenties